这个孩子只是刚刚出生 就被亲生父母用铁链锁住 邻居大妈好心前来探望 却被孩子他爸一口拒绝 看着满屋挂着的棉布 大妈还以为是孩子的尿布 一时间竟惹得谣言四起 爷爷奶奶过来看望孙子 看着被铁链拴起来的孩子 奶奶一边数落小两口 一边就要去将孙子抱起 儿子不得已这才到处事情 孩子身上有电 这怎么可能 见他们不信 他便拿出电笔当众测试 只见显示灯亮起果然有电 原来就在孩子出生的当晚 一架飞船降落在城市上空 一个来自霹雳星的外星人来到了医院 看老刘是他第一个见到的人类 便决定送给他孩子一项超能力 与此同时手术室里的灯突然熄灭 但时间不等人 医生们还是摸黑完成了手术 就这样这个名叫贝贝的男孩诞生了 但不料才刚出生 救下了父母一跳 老刘不信拿起儿子小手就亲 不出所料被电的一马 小两口没有办法 只能在他的手腕上连上底线 然后把家里所有导电的地方 都缠上脚步 谁知奶奶得之后 竟然埋怨起了媳妇 我早就跟你说了 怀孕的时候 别吃海里的那种卖鱼 那种鱼带电 一家人召开家庭会议 为了防止贝贝被当成怪物 他们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下来 就这样转眼过去了六年 而贝贝也长成了小男孩 为了防止他电到别人 父母给他戴上绝缘手套 整日将他关在家中 可怜的贝贝十分孤独 只能每天趴在阳台 看别的小朋友在外玩耍 好不容易等到妈妈回家 妈妈却急忙躲开 害怕被他电到 殊不知这个细小的动作 却让贝贝伤透了心 于是便趁两人不注意时 偷偷跑了出去 可不料却无意间 电到了别的孩子 气得人家直接找上门告状 说他用针扎了自家孩子 我没有用针扎他 你看到他拿针了吗 没有 你这个窝囊废 刚才还说贝贝用针扎你 现在又说没看见了 为了隐瞒贝贝带电的秘密 父母也只好认栽 给邻居赔礼道歉 可是贝贝却十分委屈 说自己只是好心去扶了小朋友 还说爸爸妈妈根本不爱自己 从来不亲也不抱自己 父母无奈之下 让贝贝去触摸桌面 看着瞬间击出的电流 贝贝这才明白 自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父母叮嘱贝贝一定要保守秘密 否则会被别人当成怪物 怪物 不料贝贝听后 竟是直接哭了起来 自己的另类让他很是难过 为了哄贝贝开心 两人便提出带他去游乐场玩一天 可在坐车的途中 却频频遇到红灯 这下可急坏了一心去玩的贝贝 这个男孩浑身带电 只要伸手对着红灯一笔 红灯就能瞬间变绿 把交警弄得都是一头雾水 我没开过 他自己跳了 我有什么办法 为了能尽快到达游乐场 接下来贝贝如法炮制 把红灯一一变绿 爸爸我又抢你了红灯 轻人可真顺 一路绿灯 看到公车上有人和老人抢座位 他便伸手抓向栏杆 把那小青年垫得浑身发麻 游乐场里贝贝坐飞机坐上了眼 本来说好的只玩三次 林了了却直接将爸爸点退 接着摩擦双手释放出巨大电流 直接操控着飞机旋转起来 贝贝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 可却急坏了底下的管理员 还以为是设备出了故障 这下可彻底惹怒了爸爸 回到家拿起球拍 就把贝贝揍了一顿 总算是让他长了一点记性 终于到了贝贝上学的年纪 可由于他一直戴着手套 也因此遭到了同学的质疑 金凤缠着贝贝不肯罢休 好在还有微微替他说话 放学回家的路上 贝贝看到一群大孩子在欺负小狗 于是他当即脱下手套 用超能力将他们赶跑救下了小狗 贝贝担心小狗在受欺负 便将他抱回了家里 可谁知妈妈却不同意他养 好在爸爸将他留了下来 也算是给贝贝找了个伴 第二天的音乐课上 老师教大家唱拍首歌 不料金凤却站起来告状 说留贝贝不摘手套也不跟他拍手 于是老师便让他摘下手套 这下可倒好 一下子便电到了金凤 被他再次向老师告状 贝贝直接被赶出了教室 可他却是很不服气 于是灵机一动发动超能力 让放学铃声提前响起 搞得学校乱成了一锅粥 放学路上贝贝遇到了威威 他对威威一直有好感 便提议带他去家里看小狗 威威问他为什么总是戴着手套 为了能和威威成为朋友 贝贝心一横便将自己带电的秘密告诉了他 谁知威威得知后便缠着他问个没完 哎呀你们小姑娘烦死了 老提问题 再提问题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提问题行吗 好咱们看小狗去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一起在家里给小狗洗澡 把地上弄得一片狼藉 妈妈回来看到这一幕气得跳脚 还扬言要把狗给扔了 吓得贝贝把狗带去了学校 还和威威一起把狗给藏了起来 教室里金凤掏出爸爸给自己买的电子表炫耀 还特地让别的小朋友玩 但就是不给刘贝贝玩 别人都可以玩 就不给刘贝贝玩 就不给你玩 而贝贝也因此心生怨念 于是便在上课时发动超能力 让金凤的电子表响个不停 不出所料直接被老师没收 但他自己的小狗也被大意发现 还被告去了老师那里 老师找到贝贝两人谈话 不料电子表掉落在地 被小狗吃进了肚子 好在金凤最终没有追究此事 贝贝也和他就此握手言和 不久之后学校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 可是贝贝班上的同学既不如人 眼看双方比分越拉越大 贝贝自告奋勇替不登场 他一边带球冲刺 一边使出超能力电麻所有防守球员 如入无人之境般连连进球 很快就将比赛彻底逆转 好朋友微微兴奋地跑来祝贺 结果刚碰到贝贝就被电晕过去 面对老师的责问 贝贝白口莫辩只能认在 好在微微并无大碍 还跟老师解释说不怪贝贝 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另一边贝贝因为担心微微 拿上两个苹果就来到了微微家 可当微微爸爸打开房门 得知就是这个男孩踢上女儿后 当即就把他关到了门外 心有不甘的贝贝当即运转电流 操控着电子琴弹动起来 微微这才明白是贝贝来了 于是便逼迫父母让他进来 可当爸爸打开房门 却不见他的踪影 只在原地留下了两个苹果 贝贝回家的路上 遇见了一个盲人大爷 他本想扶着老人 却又害怕将他点灯 于是只能用声音给他指路 不料就在这时 突然天色大变雷雨交加 一架飞碟从两人头顶划过 巨大的气流将老人吹倒在地 情急之下贝贝伸手去扶 结果电流顺着双手传遍他的全身 老盲人竟然重见了天日 我看见了 小男孩去扶跌到盲人 结果一阵电流传遍全身 电的盲人大爷直接双目复明 贝贝还以为自己闯了祸 吓得拔腿就跑 可不料第二天老人 就来到学校当面感谢 在老师等人的逼问下 贝贝终于将自己带电的秘密 说了出来 老师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一直都是自己错怪了贝贝 没过几天贝贝用电复明盲人的新闻 就登上了报纸头条 贝贝瞬间名声大噪成了当地的红人 可爸爸妈妈却因此愁眉不展 担心会影响到儿子的生活 可当赞助商们纷纷开出巨额报酬 妈妈瞬间就渐气掩盖 从此贝贝便开始了自己的广告生涯 人体研究所也盯上了贝贝 开始每天给她做各种测试 贝贝被弄得不厌其烦 于是便催动电流将一气的数据扰乱 这才终于被送了回去 可不料她刚回到家 就发现家里进了小偷 好在她集中生智将一桶水浇到地上 然后发动超能力将小偷垫得上蹿下跳 还逼迫俩人去阳台大喊抓小偷 警察闻讯而来抓走俩人 但贝贝也因此再度受到关注 直接被抓入了研究所中 从此贝贝便被安排单独授割 可是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她不想要什么超能力 只想能回到学校跟小伙伴们一起玩爽 正巧微微几人带着小狗过来看她 但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 于是他们便写了一封信 让小狗跑进去带给贝贝 贝贝借着上厕所的机会看到了信 赶忙跑出来与小伙伴们会合 几人一起来到长城寻找外星人 希望能借此让贝贝恢复正常 可是几人呼喊了整整一天 也没见到外星人的踪影 直到夜幕降临 贝贝灵机一动对着天空释放电流 这才引来了一艘宇宙飞船 和当初降落在医院的一幕一样 只见一个浑身荧光的外星人走了出来 外星人告诉贝贝这份超能力 能让她成为伟大的巨人 但贝贝却坚持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外星人见她心意一绝便也不再强求 随着贝贝的大声呼喊 她的超能力也被就此收回 当贝贝从医院醒来 妈妈立马拉住了她的小手 她终于不再带电成为了一个普通孩子 一家三口紧紧拥抱在一起 贝贝开心地手舞足蹈 她终于可以回到学校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外星人还过来看了一眼贝贝 她知道这个孩子早晚都会后悔 或许等她长大了以后才会明白 如果有了这个超能力 她将拥有数之不尽的财富和地位 可她却偏要选择当一个996的打工人 这或许才是选择大于努力的真相 她们在一起